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破了鬼怪记录 成为了TVN历代收视率的首位 所以看出来这部剧到底有多么的火了 据爆了 那么身为男主角玄冰 也再次吸粉无数 连带着玄冰帅这个话题都是刷爆了热搜的 可是啊 即使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帅 可是每看到他呢 我下意识的就想到的 还是15年前的那一部 我叫金三顺 还有人记得吗 当年女主金轩儿 凭借着三顺一角 拿下了最高表演奖项 这部剧更是斩获到了50.5%的超高收视纪录 至今不曾被打破过 不知不觉间 已经过去了15年了 趁着年底 我重温了这部经典的韩剧 小时候只看到了玄冰的帅 再看一遍才发现了三顺的好 更加让我感动的是 借由着三顺和郑轩 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女孩面对爱情和生活的勇敢 以及在她的陪伴之下 一个不懂得如何去爱的男孩走向公主的过程 不得不感慨 如果每个女孩都能够活得像三顺一样 那该多么的美好 你是否也跟我一样讨厌过三顺的普通呢 30岁的大龄女胖胖的 减肥热情永远都只能够维持三秒钟 长相偏离主流审美不说啊 性格跟温柔甜美更是不沾边 但每次看到她一脚踩在垫子上 捧着比脸还要大的一个盆 疯狂的把米饭啊肉啊辣酱啊搅拌在一起 再大口大口的吃掉 嗯你又会觉得 活得热气腾腾的样子还挺可爱的 郑轩也是这样一步步沦陷的吧 第一次遇见三顺的时候 她做梦都不会想到啊 未来会爱上这样的一个女孩 郑轩是谁呢 即使不提富二代背景 单看这一张帅到犯罪的脸 都很难把她跟普普通通的三顺 强行的联系在一起 当时啊三顺刚刚遭遇到了男友劈腿 在平安夜当天跑去餐厅 捉肩 明明已经被理智气壮的渣男 数落到卑微的程度了 但是她还是哭着问出了那一句 你真的爱过我吗 她跟她回忆过去 她大喊大叫 她哭得惊天动地 大浪一番之后 依然没有能够挽回到自己的爱情 更可怕的是 她最不堪最狼狈的样子 就这样被男主撞了个正着 在男侧见到这个眼装夸成鬼的女人 郑宣第一句话就是说 大婶你在男厕所喂奶吗 差到极点的第一印象 不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那个因为爱情哭得撕心裂肺的女孩 对待感情会有那样清醒勇敢的一面 在一步步靠近的过程当中 我们逐渐发现了独属于三顺的魅力 首先她并没有因为一段感情的失败 就苛责自己 或者是在痛苦愤怒当中变得面目全非 反而是很快的就走出了创伤 跟前任她也是断得干干净净的 分开之后迅速地收起了自己的狼狈 重新找工作 相亲 勇敢地面对满地的狼藉 即便到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 她又一次遇到了已经订婚的前任 那个花心的男人态度轻挑地撩拨三顺 甚至是在婚礼的前妻还跟三顺表白 说只要三顺答应跟她在一起 她就取消婚礼 三顺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重新执念这段感情 她当然也会为此而难过 不舍 可是与此同时 她一次次地提醒自己 不要留恋过去 即使失去了爱 也不能够失去自信 十几年前 三顺就已经看透了渣男的本质了 风流一次的男人 永远不会风流 所以面对对方 几次翻番地纠缠 三顺每次都明确表示拒绝了 从来都不给对方暧昧的可能 后来她还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告别语 别把回忆也弄脏了 帅气大方地转身吧 留给我一个美丽的背影就好了 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 无论如何 我们终究是要向前看的 不是吗 这瞬间放手背后的清醒和智慧 被演绎的淋漓尽致 三顺的姐姐曾经跟正轩说过一句话 大概意思就是说 她之所以会被吸引 是因为在她的世界当中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三顺这样的女孩 可是在普通人的世界里 三顺又何尝不是特别的存在呢 她活得真诚又洒脱 无论经历过怎样的否定背叛 她始终坚定乐观地活着 充满着感染力 她的人生态度大概可以用那一句 人生有什么大不了 用力吃到今天 明天再开始减肥来概括 不过呢 谁有没有想到啊 表面如此懒散的女孩 也会有拼命生成的一面 为了实现糕点师的梦想 她可以拼命地打工赚钱 跑到巴黎去学习 还跑遍了各大烘培店长口味 千辛万苦地拿下了糕点师的资格阵 而且她对于自己的作品 严格到没有商量的程度 连蛋糕盒都必须亲手制作 正是这一股的认劲和认真 让这个胖胖的女孩开始发光了 如果说在此之前啊 郑轩对于她的印象 还是睫毛高得枯花了的 失恋大婶身上 那么从这一刻 她看向三顺的眼神当中 开始流露出了不同寻常的味道 三顺的精神力量 不仅带领她实现了梦想 还深深地影响着身边的人 她一直都在治愈郑轩 陪她走出过去的阴霾 有必要重提郑轩的经历啊 在一场车祸当中 哥嫂去世了 小侄女也因此变得自闭 她自己也受伤严重 在最需要陪伴和爱的时候 相爱多年的初恋女友 西珍查出了胃癌 因为不想要给她增加压力 西珍顺理成章地就选择了离开 并且以留学为名出国治疗 没有想到出于善意的举动 却给了对方致命一击 分开的三年里 他们各自带着对彼此的爱和恨 伤痕累累的独自舔食伤口 虽然表面上跟常人无异 但是郑轩呢 其实都是一直都沉溺于 过去的伤痛和自责当中的 而三顺是唯一一个 有能力修复她精神创伤的人 她可以让男主重拾笑容 也能够帮助她的事业 照顾她的侄女 跟她的母亲盘旋 让她安心 甚至包括于陪她一起处理 跟前女友的关系 三顺不仅治愈了郑轩的过去 还跟她一起承担了现在 她用自己的乐观 勇敢 让郑轩变得越来越好 前段时间看到有人讨论 郑轩是不是个渣男 的确 她自私到残忍的程度 明明做了无数次暧昧的暗示 让三顺明确地感知到她的好感 可是当前女友回来之后 她先是扔下了告白的三顺 扭头就去找西珍了 紧接着又开始在两个女人之间摇摆不定 明知道三顺喜欢自己 在选择了西珍之后 还总是半夜地给三顺打电话 幼稚地破坏她的相亲 但是三顺怎么能够忍受 这样的托尼风水呢 她对于爱情的直接 恰好就是郑轩的反面 认清了自己的感情 那就大大方方地表达出来 在郑轩摇摆不定的时候 也是她主动问出口的 你到底是不是喜欢我 直到这时候 郑轩还不承认自己的喜欢 面对三顺的再三追问 她竟然嘴硬地说没有 三顺直截了当地告诉她 不喜欢我就不要做那些事 让女人误会 郑轩继续扯谎说 那你误会了 这个时候 普通女孩可能都会是 口是心非地给掩饰过去 但是三顺却非常坦率地承认 对 你让我误会了 五水流鸟 说这话的时候 她的眼睛里边还闪着泪光呢 对待感情 她的态度从来都是如此的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有这么难吗 哪怕是三顺也会因为 对方的摇摆疲惫 会害怕 可是她还是能够坦诚地 面对于自己的内心 勇敢地表达爱 去争取去捍卫 看过她的勇敢和决绝 我毫不怀疑 即使没有遇到过郑轩 她也一定能够得到幸福 回头来看 三顺绝对不是享受着 万劳或者是家世的特权 在万众瞩目的期待当中 长大的女孩 所以在她的身上 你看不到一点的骄纵和韧性 可是即使不富裕 即使长相平凡 良好的家庭氛围 决定了她从来都没有缺乏过爱 这些爱决定了她作为一个普通人 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活着 甚至有额外的温暖分给别人 治愈身边的人 在充斥着傻白甜 玛丽苏的今天 我们或许很难相信 曾经有三顺这样真实而生动的存在 她没有漂亮精致的外表 也没有所谓的女主光环 但是你就是能够在这样一个平凡 却又努力生活的女孩的身上 看到这世间所有的温暖和力量 最后我想要把三顺那段 独白分享给你们 娶爱吧 就像是不曾受过伤一样 跳舞吧 像是没有人会欣赏一样 唱歌吧 像是没有人会聆听一样 干活吧 像是不需要金钱一样 生活吧 就像是今天是末日一样 15年之后 我发现这段话超越了时间 赋予了每个人无限的勇敢 感谢金三顺 感谢她带给我们的感动和力量 是她让我们知道 无论任何时候 都不要因为别人的评价 看清自己 无论任何时候 都要勇敢地去爱 认真生活 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 三顺一样的姑娘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